大訊息帶您看到 今年度的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EPIC領袖峰會 昨天晚上八點登場 今年主辦國是馬來西亞 但是因為疫情的影響 首度與視訊方式進行 代表臺灣的台積電創辦人 張忠謀與美國總統川普同框現身 這是川普在大選過後 首度現身國際會議場所 此外在中美關係緊張 這也是川普與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等領袖一起出席會議 二十一個APEC經濟體代表 都透過視訊方式同框 各會員都同意團結 一起對抗疫情 習近平發表時也提到了 中方樂見區域全面 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也就是RCEP完成簽署 中國也將積極考慮 參加跨太平洋夥伴 全面進步協定CPTPP 這是我們掌握的最新訊息 提供給您